这是什么 妈妈的照片 妈妈的照片 嗯 知道自己来干什么吗 知道我帮爸爸找妈妈 向妈妈告白 我要带妈妈回家见爸爸 也是爸爸的心愿 我要把他完成这个心愿 你没见过妈妈吗 我从小就没见到妈妈 我问爸爸 他就一直说妈妈在外面打工 在外面打工 一直这样说 那为什么到了今天才来找妈妈呢 因为爸爸病了 他现在自从2010病了之后 再都站不起来了 他很瘦 很瘦 他的腿还没有我的胳膊大 爸爸患了什么病啊 我不知道 今年的时候爸爸听了一个月的药 病情也越来越重了 我的一个亲戚来看爸爸 他看爸爸已经病得那样子了 他才把真相告诉我 妈妈从小她就不要我 所以你恨妈妈吗 我恨她 我本来还长大了想去找妈妈 可是我知道这件事情 以后我再也没有想去找妈妈了 但是你今天还是来了呀 那是爸爸逼我来的 我不想来 这边也是爸爸逼着我拿来的 你们说这样的妈妈值得找吗 我觉得他需要找他的妈妈 因为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 他必须得对你负责任 他作为一个母亲 他不可能就这么一走了之 什么事情都不管 母亲在孩子这么小的时候抛起他 我相信他一生都会还这个债 还也还不清 母亲必须出现 承担起物质层面给你的帮助 可是田家你有没有想过 这位母亲在两岁的时候就已经离开他了 那个时候离开一个孩子 可能意味着这个孩子活不活下来都难说 他都可以抛得下 那么现在这个孩子已经十几岁了 你说他还会回来吗 他会去承担那个所谓法律上的责任和义务吗 他可以完全的不去认他的母亲 但是他的母亲必须在物质上给予他的帮助 可是他的母亲现在也未必过得好 很可能根本也没有这个物质能力 来给他们经济上的帮助呢 最关键是这个孩子现在不应该承受这么多 所以母亲的出现对于孩子来说 可能在情感上得不到任何的帮助 但是我觉得在物质上 无论如何他必须做到 他母亲在法律层面应该做的那一部分 而且我觉得无论有什么隐情 他都不应该去抛弃你 我觉得这样的妈妈你不要也罢 真的不需要他 真的不需要 编导他就想把你带走 我绝对绝对不会跟他回家 希望你妈妈能够来到现实 让我们一起倒数个数 五四三二一 请安静 你跟普通的女孩子不一样 你比普通的女孩子要坚强 按道理来说 我不应该把事实的真相 去告诉一个还没有成年的孩子 这样的话会对他造成阴影 但是我觉得 我有必要让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孩子 知道事实的真相 我们后来找到了你母亲现在的主持 但是当我们去到那个村的时候 那个村里的人特别排斥我们 知道我们是来找他母亲的特别排斥我们 压根人不想让我们知道他的具体住是在那 我们只知道是那个村 但不知道他到底住在那 我觉得有可能 是因为你母亲自己不愿意见 要不然的话谁也拦不住 都找上门了 我说这些话你可能会不高兴 会伤心 会对母亲失望 但我必须跟你说 因为你有权利知道这些 我这儿呢 是我们了解到的你妈妈的地址 你拿着 但是呢 这里有一封信 你爸爸说了 如果今天妈妈没有来 就让我把这封信 读给你听 接下来我们好好听听爸爸说些事 好吗 我的女儿夏威 你从小就很懂事 既要上学又要照顾爷爷奶奶 什么重活苦活都能自个儿干 学习还不错 所以爸爸为你骄傲 爸爸今天之所以让你来找妈妈 是因为有一件事情爸爸一直藏在心里面 没有跟你说 今天爸爸必须都告诉你 爸爸得的是绝症 现在已经是晚期了 很难治疗 很有可能随时都会走 你的妈妈如果不去见你 爸爸只好做一个决定 爸爸唯一的心愿就是 希望有一户好的人家 能把我们家最乖的夏威 带回家 我不想跟别的叔叔阿姨走 我只想爸爸还有爷爷奶奶好好的 我只想他们 好好的我们可以幸福的生活 我希望爸爸的病能快点好起来 我想说如果上天对待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话 他为什么要对一个13岁的女孩子这样呢 我想求一求夏威的妈妈 我求求你来看看这个孩子吧 好吗 如果电视机前有叔叔阿姨愿意帮助你 并不一定要把你带走 只是看见你很乖 很喜欢你 想把你认作自己的女儿 你可以接受的 那并不代表你要离开这个家 因为不是所有人都像你母亲一样 你说呢 你要一定坚强 努力 我希望你的内心永远不要有这样的一种想法 就是别人为什么都有妈妈自己没有 而你要想到的是 你没有妈妈 但是你可以如此的优秀 我记得我的奶奶在世的时候 常常会说山里有仙女 那个时候我一直不信 但是今天看见夏威 我觉得我信了 她是那么美丽 善良 有志气 而且那么有责任感 可以照顾自己的父亲 爷爷奶奶 可以用稚嫩的肩膀承担那么多 而且当她拿到妈妈的地址 却把它撕掉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一个有自我的女孩 我觉得这个女孩太值得我们尊重了 我希望你把人生之前的那些坎坷 化作一种动力 不断地向上 我相信你可以做得更好 我觉得你就是夏天里的一朵紫薇花 你若盛开 清风自来 谢谢姐姐 我觉得他们现在这种状况 不是因为他的母亲离去 而是因为贫穷 然后父亲的疾病 我愿意给你这个物质上面 给予你一定的帮助 也希望电视机前 更多的人 给予你关爱以及帮助 我不希望你被送到别人家 我们总是说我们要感谢那些虐待我们的人 感谢我们的敌人让我们得以成长 但是我们真的会把自己的孩子送到那种地方去 让他们去感受所谓的艰苦吗 很多人不会这么做 但是只有三个字 没办法 都没办法 就会把你疏散了 那么是先学习的